当年一部《亮剑》可谓是抗日影视剧里的经典 《亮剑》这部剧的播出剧现在也已经过去了13年了 而13年过去了 当年那些让人热血沸腾的明星大咖 那么现在的状况如何呢 今天小编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 李云龙的现状李佑斌 在剧中扮演重情重义粗广脚狭的李云龙 李佑斌属于大气晚成型的演员 虽然之前出演过很多的电视剧 但都一直不温不火 在2005年参演了《亮剑》当中的主人公李云龙后 变火变了的大江南北 在这部剧中他饰演的李云龙形象也成为了经典 无论之后被如何演绎始终无人超越 2006年李佑斌与生活了20多年的糟糠之妻离婚后 在2008年 于比自己小13岁的娇西史蓝牙 在北京低调领证结婚 田宇的现状同类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敢爱敢恨的护士田宇 他虽然与李云龙从小生活环境不同 接受的文化教育乃至价值观也有所差异 但是他仍然不顾父母的反对 毅然决然的追求自己爱情 尤其是李云龙为了向月父母表决心 不顾刚刚痊愈的身体 在田家大院中战君资 也成了这部剧中的一大亮点 在出演了《亮剑》这部剧后 佟磊的名气也逐渐大涨 之后更是出演了抗战剧《狼独花》 被网友称为《红色恋人》 近几年来 佟磊虽然也出演了不少的影视剧 但却都是不温不火 魏和尚的现状张同 在剧中扮演有情有义 无意高强的警卫员 同样是因为谅解 使他被大众所熟知 在魏和尚这一角色出名之后 他又参演了《铁梨花》 《红白花》等影视剧 本来正值演艺事业的大好时期 却被爆料被某导演冷嘲热讽 在加之在一段时间内工作压力大 曾一度患上了抑郁症 后来经过调整 才逐渐从抑郁的心理环境当中走出来 冯楠的现状孙丽 在剧中饰演了甜语的好闺蜜冯楠 虽然在这部剧中 娘娘只是一个配角 但她却是目前发展的最好的一个演员 从幸福像华一样 李丹纯善良的杜萱 和《甄嬛传》里的娘娘甄嬛 到《拉妈正传》里 时尚前端的《拉妈夏宾》 在2014年 她更是在产后复出 饰演了《倪月专》里的女主角《倪月》 之后又在《纳莲花开月正元》 李饰演了善良率性的周颖 可谓是一路高歌猛进 在生活中 她还是一个有爱心的爱狗人士 杜月亚 贵 末尔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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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 пон